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 时光飞逝时日月如梭,一转眼这一年一度的国庆又到了。 对于打工人来说,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俩字调休。 今年这个国庆假期也是一如既往的憋屈,先是假期的头两天,占了礼拜六礼拜天, 而随后这十月第一周的周末又让人家轮换走,好凑这个小长假的七天乐。 于是这么一看,礼拜里、国庆一共就三天假,后头接着上一个乡妻的班。 要是碰上哪个公司啊,不要脸的,调休的假是不给批,一下上11天, 弄的所有打工人那是口吐芬芳,说还不如不放呢。 毕竟现在全国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遍地都是揭竿而起的,动不动就成了反面典型。 你就拿北京来说,你出门的时候,还是给国家经济添砖加瓦的好青年, 回来哪怕你一通出事,各种自证清白,人家想拿你当话口,就说你是撑杆跳进的井。 在朝阳沦陷之后,丰台、昌平等多个区,也陆续收到了关门的消息, 现在小区正在拉炸了,七天后直接回去返工返学,气得小崽子们在家直蹦。 而无数打工人默默退掉了出行和回老家的机票,公司小区物业都传来了能别呼吸就少喘气的亲切问候。 要说北京这个非必要,普通人不配出门已经执行了算好几年了,而今年这个情势更凶。 像西安等多地,也直接写明了没事儿别回来,不然一通申报隔离也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而甘肃更绝,移动者直接黄马,你想申辩那得等等。 而各大公司为了避嫌,也都鼓励大家本事转转,贫贱不能移这句话大家知道, 现在可好,普通人是连家也回不成。 而要说这国庆假放了,人不能动,还不是最造型的。 更可怕的是,在调休的节骨眼,国家联防这帮人又出来开新闻发布会。 着重提了一下,对于在家居家,或者被集中带走的老百姓啊, 不许采用外面汉门加地锁的方式,而且给人家投放的粮食蔬菜要充足。 然而全文只提建议,没有任何对于私自加码的惩罚。 可这回大家都理解了,这要不是老老实实呆着, 居委会和物业的牛头马面们还真能用各种手段把你送走。 这不,领导者为了人民着想的戏还没演完, 很多人就表示外面的锁眼已经被堵死了。 你说都三年多了,还搞这么一套鳄鱼类,又是何必呢? 当然啊,按照小粉红的逻辑,那国家干什么都是为你好。 如果要关你在家,不让放风,又怎么会不把学习的教材给你准备齐呢? 于是今年国庆,那主旋律的电影,人家可给准备了不止一部,而是四部。 首当其冲的是万里归途。 这部电影可以说跟战狼是姊妹片,讲的是中国2015年海外撤侨的事。 不过,战狼突出的是特种兵,单枪匹马突破重围。 这部片子则是两个外交官,带着被国家派去海外援舰的上百号民工, 徒步穿越沙漠,在敌人的封锁线下挣扎,最终看见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咧着大嘴的吴京,大家是抱头痛哭。 虽然包装不一样,但是忠心思想都是那句,中国护照,不管你身处何方,都能带你回家。 呵,看完之后啊,影院里的老铁都感觉到一股暖流在胸口回到,一拍大腿。 要不是之前出国去大使馆办事,见过这帮人官僚主义的嘴里, 要不是看从乌克兰回国的机票,价值千金,你别说免费了,就连大巴都磨蹭了那么久才坐上。 而但凡求助的,不是被封号禁言,就是评价千里投毒,这才是社会主义国情。 你要2019年放这片子,我们还能跟着拍拍手,但是现在别说万里归途, 就连去隔壁村都要经过这么多破事,就问你谁还能写,真逗。 可能啊,是编剧写作的时候也觉得有点牵强,所以很多剧情也没能明白, 就比如说男主角被发配到非洲,还不忘吐槽,那小谁就是仗着他爹,所以能去欧洲降服。 而乱起来,换个中国护照,本想花钱收买边境官,结果人家不寻思舞弊,只好跟着大部队走。 最后啊,这帮人怎么回的国,编剧都压根写不写去了,生怕军舰飞机的血红大了,跟国家意志不服。 回头万一造成了人民的期待,他得吃不了兜着走,索性忽略。 而因为整个剧情实在是无功无过,逼得这帮收钱写评论的为了凑字数, 直接把眼值圆表和故事背景复制粘贴一遍,还不忘点赞自己支持的明星。 要说现在网信办换了新人之后,真是一点都不敬意,你说你们就用什么好看要二刷推荐这么肤浅的字眼, 能带动被关在家里盆干挽敬老铁们的积极性吗? 不过不管怎么说,作为主旋律,票房肯定不能差,虽然很多都是国企、政府贡献的, 你要真去了,发现整场就你一个冤的头,而喝扎皮搞不好还能送你几张票醒醒酒。 而以这样的节奏看,剩下的那几步估计也是闷声吹大牛的腔调,怎么说呢, 主旋律了半天,也不如被下架的引入沉烟,能反映社会主义的无情。 而这几年共产党的政策,也确实成功的让百姓伤了心, 现在就算偶尔骄傲一下,哪声音都喊不出。 毕竟也是,你连吃饱穿暖都有问题的时候,是不在乎国家到底兴亡几何的。 而中国现代这经济,不说命悬一线吧,风雨飘摇也算是很贴切的形容。 百姓的日子不好过,然而政府还在想着刺激经济,于是一条条关于买房的政策现在是频出。 央行宣布下调首个个人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利率到3%左右, 但是因为普通老铁根本没有公积金,这一举措可以说是针对国企公务员,让他们赶紧去买房接班的。 然而根据这两天的上海市基层公务员们的自曝来看,收入不错的,一年22万。 如果你没房没车,这个收入也不太够买厕所的。 而如果你有房了,这个公积金的优惠就更跟你没啥关系, 更何况现在国企事业单位的收入都在锐减,所以光照着内部人下手还不行。 于是央行又宣布,商业银行发放住房贷款的利率也被要求下调, 调整到3.6%左右的区间,争取跟经营贷款持平。 这回政府打的算法就更明显了,那就是觉得让一点迎头小利, 广大百姓就能上车把房价稳住。 然而谁知道效果却适得其反,毕竟你偶尔打折是让利, 天天甩卖就说明这货根本不行。 于是喊着支持的不多,都在等着崩盘,回头白捡。 而在高位接盘的那群不乐意了,现在都问怎么能把差价退回来, 一算得有大几十万呢。 在无人接盘中,想必政府会继续折腾,这不虽然没人买, 但是恶意卖房全民举报的口号已经喊响了。 不仅打击抛售的,二手房打折想脱困的百姓,也被默默加入了黑名单。 你说这政府的嘴脸,百姓的绝望,银行的冰冷,和高楼大厦的对比, 这拍个片子绝对叫做,结尾就在漫天的烟花里,打出五个大字,中国房地产。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这国庆既不让大家出门又调休,政府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而主旋律的电影拍到现在,花钱买叫好的都不真诚,又反映了什么心理呢? 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感不感,下期再见,白了个白。